没有没有 我带大家服务很开心 亲自视察自营作业者 纾困现金发放办理情形 总统蔡英文来到了 新北市汽车驾驶员 职业工会视察 看来结果很满意 因为22才上路的 三万元补贴方案 已经合计发放了两百多亿 多少有帮助了 因为现在我们企业驾驶 外面跑的真的也很难跑 一天差个一千多块 这个多少补贴一点 大量度很快 三天就下来了 这一笔钱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小王驾驶有补贴 一般劳工也不用担心 政府也没忘了送暖 免得基层劳工财火收尽 纾困贷款30号正式上路 只要过去12个月内 有6个月的投保记录 就可以通过借贷门槛 如果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投保薪资在两万三千八百元以上 只要三个月 同样可以申请贷款 另外没有劳保的民众也不用担心 只要一年内有6张的薪资收入证明 或12个月内有三个月收入 两万三千八百元以上的工作收入证明 也可以通过神代门槛 全国三三家银行四家信用合作社到银行柜台或是网络APP都可以申请 你的信用还是要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借贷关系 所以连针还是要 不过那个连针来讲的话 事实上是非常单纯的 你如果过去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贷款违约啦 或等等的一些情况 基本上都可以通过 我们执行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这就是超前部署的情况 那当然我们非常感谢职业工会的 我们这一些伙伴的帮忙 那每一件事情初期都会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会持续地检讨这个问题 让这个效率越来越快 放宽资格减花手续要让民众很有感 虽然疫情趋缓 接下来让民众跟企业纾困 才能让台湾度过疫情的难关 欢迎收看陈仙 李佳化 新美食报道